新北市板桥某间幼儿园5月份传出了疑似胃药的事情 系纸的幼儿园也卷入风波 有名幼童验出微量的本巴比托 经过台北荣总再度用了直谱仪检验 26号结果出炉胃检出 至于宣腾已经超过一个月的板桥系纸胃药案 现在双双都是以胃检出的事件来落幕 新北市长侯友宜重申了 由科学检验告诉大家答案 呼吁民进党不要造谣抹黑 造成家长孩子还有诱报教师的对立冲突 当然现在这个疑似的胃药案逐渐真相大白了 幼童的检测结果都未检出 但是中原大学生物科技系的副教授赵明威解析 巴比托检验报告却声称应该要零检出 被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认证为不实的资讯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表示 赵明威散布不实资讯引发了恐慌 因此他向中原大学居民检举 他涉嫌违反了选霸法设违法 同时还加码爆料他过去的恶行恶状 要求中原大学评估他是否还是任 不过呢针对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听一下中原大学他们的最新回应 校方表示还没有接获王宏威的检举资料 等到正式接获检举之后 按照校内的程序 就会进行相关的调查跟处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